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安全教育开始咯! 割伤手指时怎么办? 小朋友们,你们有试过割伤手指吗? 你们割伤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的呀? 小朋友们的好奇心特别强,对于各种东西都喜欢玩一下摸一下,就很容易割伤手指咯。 那么,如果割伤了手指,小朋友们应该怎么办呢? 如果出血较少且伤势并不严重,可以在清洗之后以创刻贴附于伤口。 不主张在伤口上涂抹红药水或止血粉之类的药物,只要坚持伤口干净即可。 若伤口大且出血不止,那么应该先止住流血,然后告诉大人,让家长立刻给你送往医院。 具体止血方法是,在伤口处用干净的纱布包扎。 捏住手指根部两侧,并且高举过心脏。 因为此处的血管是分布在左右两侧的,采取这种手势能够有效地止住出血。 使用橡皮止血带,效果会更好哦。 但是要注意了,每隔20至30分钟,必须将止血带放松几分钟,否则容易引起手指缺血坏死。 小朋友们,你们学会了吗? 下次如果真的不小心割伤了手指的话,千万不要害怕哦,也不要慌张。 按照以上焦的方法处理,就可以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